大家好,我是雅美 今天是加拿大的星期三 我们终于排上了打疫苗的年龄了 所以现在我们去打疫苗 我们现在就开车前往打疫苗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座城市的downtown市中心 现在是六点多钟 所以已经没有人了 和我们国内的城市正相反 国内这个时候应该是人最多的时候 现在是城市里downtown是几乎没啥人了 现在打疫苗是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都可以开车去打疫苗 路上已经没有新人了 只有车辆 右手边是这座城市的 这古老的火车站 现在改成是赌场 因为疫情 所以股场已经关闭了 后边就是火车道 这个是邮政邮局 邮局的总部 这个城市的邮局的总部 今天我们就要亲自体验一下 因为有朋友刚刚打过 前两天的雪下的还是很大的 四月份刮那个暴风雪 我来了这几年还是第一次遇到 给大家看一下 右手边 挡着了 右手边 这是可以说加拿大 整个加拿大投资最大金额的这样一个体育场 是打橄榄球的 这个建筑还是很丢的 也很漂亮 应该快到了 第一次来不认识不知道在哪儿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是这么多排队的人了 我们刚度过第一个关口 然后问了一下年龄 是打疫苗的还是检测的 我们说是打疫苗 然后问了一下年龄 也不用出示任何的证件 就告诉他你是49岁 他就放行了 我给大家看看 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 现在这条等候的车辆全都是去注射的 注射疫苗的 它还会有另外一个通道是关于检测的 所以今天看来注册的人不算多 按照这种感觉好像不算多 听朋友介绍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红色的车 他就走的是测试的这个通道 我们刚才就是通过那个红色的港厅 然后告诉他之后 由工作人员输导我们 来到了这条车道排队 看看今天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打完 现在是6点19分开始排队 最好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 这个地方是里甲纳举办大型的活动的场地 看今天的测试的车辆 比我们打疫苗的车辆要少 现在前方就能看出来了 左边是测试的 右边是打疫苗的 但疫苗队众够长的 现在抑制疫情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打疫苗 那现在整个里甲纳的注射疫苗的人呢 还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在今年9月份儿 孩子们都能回学校上学 所以现在就是尽快接种 及早接种 遏制这个扩散吧 而且现在里甲纳的这个变异的病毒呢 还是比例比较高的 在这边应该是测试的人 要在这个地方停一下打电话来去做一些登记 注册 然后再去前往测试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6点25分 过了有6分钟 这个速度似乎还好吧 还不知道前面有多远 它这写的是疫苗注射 那条通道就是去做测试的 看看你是否被感染 所以今天确实人不是很多 今天做测试的 最好人不多 说明疫情能够就被控制住 我们每年都会注射领悟感疫苗 那个是在帽里就可以解决的 那现在这个特殊的疫苗 肯定是在集中的地点 而且现在又实现了开放的还不错 从早上8点半一到晚上11点 我觉得还是蛮人心化的 就是辛苦了这些注射疫苗的工作人员 大家看到右侧的那个红色的牌子了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个小时的这个牌子 也就是当你到了这个地方了 那就是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一个小时 希望今天真的不用一个小时 看来地上的水 水是化的 现在属于是城市最脏的时候 我们也来证实一下 现在是算是6点半吧 刚才我们到的这个一小时的这个红色标志 看看是不是真的一个小时 一小时的这个位置 这儿有一个 有四个公用的这个卫生间 我估计像今天这种情况下 应该大家使用的就不会很多 因为等的时间不是算很长的 这个角度可以看一下 前面拍的队伍还是不短的 今天走一下过场 开始星期日估计我也能打烧了 所以熟悉一下流程 然后今天也分享给大家 怎么注射疫苗 前几天问我爸爸妈妈 他们也已经注射完了 所以现在还是大家能接种就接种这个疫苗 因为只有接种疫苗才会是最有效的 防范这次新冠疫情 还是不戴口罩了 憋死我 刚才又过了第二个关口 是问一下 再核实一下 你是打疫苗的吗 多少岁 然后带健康卡了吗 然后你确认好之后 他就直接放行 让你继续跟着前车往前走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来到了第二部分 胜利胜利在望了 这七怪八怪也不知道管到哪去了 总之这条车道就是打疫苗的就对了 看看前面还有多少车 我拐着一声 现在是6点47分 我们是6点19分到的第一个关口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快将近半个小时了 这个速度正常了 在加拿大还是很正常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 好像人很不少 大家看到这个车队了吗 也就是一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四条车队 我先生发现了一个这个 你就可以时时的看到自己在什么的位置 然后还有多久 我们现在是6点54分 已经快快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五十分钟了 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显示嘛 所以这个几圈的车流 还好吧 这个有朋友介绍说这个点来还是相对人是会少一些的 所以今天也是特意来验证一下 现在就看出来了这几条车道了 左边中间 右边 我觉得当我们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 估计 就应该该注射上了 应该室内是注射的 现在已经7点05分了 很快就到一个小时了 我们现在在排队 已经到了第三条线上 再拐过来 就可以往这个门口开了 应该总之会很快了 现在是7点11分 我们已经 很快到这个门口了 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吧 今天打上疫苗 然后 还有第二支疫苗 差不多也是在三周时间吧 应该还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终于开进来了 前面是一个指挥的人 哇 开始打疫苗了 这里边就是一个 大增的地方 一共有4条线 应该是123456 谢谢 这是一条灯上 有可以打三个车 我们现在打完了 然后现在是我们要到休息的地方 观察区等15分钟 当你没有任何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自行离开 他们非常辛苦 疼吗 因为我们打过流感疫苗 我先生说现在他的胳膊就已经疼了 因为流感疫苗 其实要等上一两个小时之后 往前 你停在这也行 这最近是吧 现在是7点23分 整整一个小时 我们家一个小时算 现在打完了 等15分钟 刚才打针的时候 核实了信息 然后也给我们做了解释 也就是打第二针的时候 要等那个电视的通知 第二针是 与第一针要间隔21天到4个月内 也就是说你不要提前打 也不要超过4个月 那样的话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要听那个政府的电视通知吧 那现在我们就在休息区等15分钟 那我先生说他现在感觉胳膊有点疼 15分钟之后没有问题了 那你就可以离开了 而且刚才工人员提醒了说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 你就按汽车的喇叭 那有像这帮救护人员就会过来来帮助你 今天基本上的体验还算挺顺畅吧 也就是说没有等太长时间 没有想象中等那么时间长 然后打的过程中也很快 也就是不到两三分钟吧 主要就是一时何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登记 然后再给你解释说明 其实打针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辉瑞的 老人打了第一针了 过两天就该是我了 现在还有不少打针的人 因为一直踏到11点钟 排队的人还是很多的 你看那边的车都排到那边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打完这个疫苗了 他会给你两个证明 一个是这个 我已经打过这个疫苗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证明 你在什么时间打过这个辉瑞的疫苗 也就是这个要保存好了 是7点37 再有三分钟 我们的观察时间也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也可以回家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来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